你 这丫头 你不知道老头有心脏病啊 等很久了吧 没等多久 你白天照顾家人那么辛苦 没想到你晚上还是这么活力丝尸呢 不舍得睡 为什么呀 怕睡着了 这么幸福的感觉就没有了 傻丫头 这才刚刚开始的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一切都这么不真实呢 怎么不真实 你以后的日子都能这么过呀 我 你知道吗 小时候啊 我在我们那儿也挺出众的 学习成绩好 该班里是个班干部 个子高还练体育 我们那儿都说 将来一定特别有出息 到了城里以后 我才发现呀 厉害的人太多了 而我呢 并没有那么出众 所以呢 我就一直特别地努力 这两天我爸妈来看我 我看到他们那么高兴那么开心 我才明白 原来我那么那么努力的目标 就是为了让他们过得幸福 老头 老头 谢谢 谢我什么呀 你让我过上了我根本就不敢想的生活 这一切让我都太惶恐了 是啊 我以为你的梦想是要 是要登陆月球呢 这么小的梦想多好实现 我原本以为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 可能做的都是那种特别浪漫的梦 我的梦也很浪漫啊 只是我一直觉得 别人给我的 我不一定会感到幸福 什么我给的 但是我现在 特别地幸福 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后的尝试真美 那是因为你的心情美 我 我 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 跟你兜兜嘴 看你给我发的微信 我平时除了工作生活基本上没什么乐趣 日子过得特别的无聊 像 像我这种四个数的男人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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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段份的喜好呢 而且我觉得 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就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 身体觉得特别地轻松 有活力 我那么厉害呢 当然 答应我 别离开我 好吗 我不想失去 我真的真的 不想失去你 浅浅 我可以给你 你想要的生活 也许比你梦想的生活还要好 真的 要不然你把你那份工作辞了吧 我觉得那份工作对你来说 又累 而且还危险 好不好 我把工作辞了 我能做什么呀 我都已经替你想好了 要不然 你现在就搬到别墅去住 我再买一辆你喜欢的车 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 你的梦想生活了 你如果说在别墅住的 你不开心了 或者说你觉得很孤独 你可以把你家人接过来呀 让他们过来跟你一块儿住 喜乐融融的 多好啊 你还可以带他们出去玩 去哪儿玩都可以 你可以带他们去周游世界 去美国 去欧洲 想去哪儿都行 只要看见你开心就好 我再考虑一下你 你们别再考虑了 你听说考虑我这心又凉了半截 啊 你们别再考虑我这心又凉了半截